人家叫我去看一個病人 他就是 exactly 這樣的情況 他是一個腦出血中風的一個病人 躺在心治治療部那裡 其實我去看的時候 他已經躺了幾個月了 他突然有一天 不知道為什麼 就大便出血 他們就叫我去看 想叫我去跟他做個搶鏡 我覺得這個病人根本都沒有知覺 他都不動的 如果我做搶鏡的話 可能會增加了他的風險 督穿了怎麼辦 或者就是 其實我覺得那個腸不會是一個 在他的病情裡面 有一些很重要的改變 那我就說不如不要做了 其實我看不到有什麼價值 那我就寫了一些東西 我就走了 一年半之後 那間醫院又再找過我去看過 一個病人 那原來又是他來的 那我以為他出院再回來了 原來不是 他一直住在深切治療部住了一年半 一直都沒有醒過 那結果他找數是三千萬才出得完的 那 第二次叫我多天去看看 究竟他最近又餓了些血了 怎麼辦呢 那我的結論也是 其實 沒有什麼需要去做這些 但是 這個就是一個很 或者一個比較極端的例子 證明就是 我們不可以只是看那個人的心中會不會跳 根本他的生命對於他而言 有沒有意義呢 那回答你的問題 安樂死的看法 我們今天 大部分人看的意見都是說 我可以 譬如當一個病人 他有一個不治之症 去到某個階段 我可以withhold那個treatment 就是說我沒有再做其他的事情去延長他的壽命 但是我又沒有做一些事情去加速他的死亡 因為我們是不可以做一些事情去加速他的死亡 但是我可以做一些事情是沒有 prolong他的suffering 那這個是有分別的 譬如這麼說 如果一個有肺癌的病人 他跟著出現了一個肺炎 肺炎是治療得好的 是可以用抗生素的 或者做一些器官鏡 那就抽一些痰出來 再噴一些抗生素 那樣 但是我知道他的肺癌已經擴散到到處都是了 他又很痛又很成 那我 我覺得我們是可以justify 不插口 不做這個器官鏡 不給抗生素 或者給多一點的止痛藥 讓他安詳地離開 那為什麼不就立例 改修改法例去做到 好像歐洲有些國家那樣 是直接准許有這個安樂死的做法呢 原因就是因為 其實當你出一條這樣的法例的時候 其實是可以有很多的流動 或者是有很多人 是利用了這條法例去做了一些 不應該做的事的 譬如organ trade 譬如是欠遺產 或者什麼其他的 那所以我們是要擔心 那些事情的情況出現 可能都不會很多 不過你都不想 因為這樣 被人是利用了一條的法例 因為說準的 原來是準 醫生可以打一針 打死了那個人的 那但是究竟什麼情況 才叫做一個正當的安樂死呢 是很難define的 所以我們一般來說 或者我自己的看法都是 我同意他說 生命應該是meaningful的 我們是應該維持下去的 當他的生命已經不是meaningful 他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或者他只是睡在床上 一直是捏公蝦米的 睡在這裡很久了 不meaningful的時候 在某些情況 我們是可以without treatment 但是你問我 我都不會只打一個lethal injection 打死了那個病人